板橋的音樂公園過去在沒有經費的情況下 未能開閉停車場 而今年在前瞻計畫經費奧園 資金到位以後 13號舉辦了開工典禮 計畫在109年4月完工 屆時將可提供511個小型停車位 以及100個機車停車格 紓解附近停車空間不足的問題 每一個停車場 新聞說起來也很高 但是一定要做 尤其在房郵地區 現在我們已經投入120名 這房郵議員在這裡 大聲說出來 這幾年 這七年多 我們房郵已經投入30億 以前台北關時代 停車場基本上 是鄉頂市工作在做 管副補助 房郵做的代表都知道 哪有可能說30幾億做停車場 不可能的事情 跟他幫救就做30幾億 過去因為缺乏經費的關係 因為在開闢音樂公營的時候 一定建置停車場 現在終於爭取到前瞻計畫 再加上市府的規劃經費 總金額是6億8千115萬5千元 新建地下三層的停車場 總共可以提供511個小型車停車位 以及100個機車停車格 開工典禮由市長朱立倫帶領上香 地方名字代表包括立委張宏露 新北市議員曾幻嘉黃靖哲王淑慧 劉美芳等人都出席 見證地方重要的交通建設 更離開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